你們一個個在唐家獲職 不 什麼資格質疑我這個繼承人的選擇 下個 接著 唐雨傘你還沒有成為家族嗎 如此放肆 不無長輩無法無天啊 不無長輩無法無天 夜嫌乃是戰分列定 你們不過一下行李就算了 還在這裡惡語相加挨七場八場 哈哈 戰尊大人哎他信了他真的信了 你們什麼意思 唐雨傘 你可真夠蠢 他大鬧總夫酒會假冒戰尊 現在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人盡皆知了 也就你還蒙在鼓裡 愣是把這個廢物當成個寶 到時候這件事 如果真的傳到戰尊殿 真正大人物的耳朵裡 你可能過了幾天 我勸你啊 還是放棄繼承您的 唐家百年基 如果毀在你這個漁海的漁人身 那就得不常吃了 假戰尊 你信誰啊 我當然信你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但是都不影響我鬥 趕緊給我滾 前幾天 戰尊殿殿的一位唐主大人 剛剛從前線回到雲城 他說的可是清清楚 如今北疆戰士吃緊 戰尊大人早就帶著三大戰將 鎮守北疆 你怎麼不去 北疆戰盡可能先跳梁小丑 還不值得我欺負 順便告訴你 去的不是三大戰 你還說你兩句 你還喘啥了 你真以為你不知道 不錯就是騙唐宇軒上樓 當他難逢走 然後逢盡 高知悲者 不變瘋狂 你這些花言喬語 騙被唐宇軒撒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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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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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曾經大和蘭村的大人 還會對我們唐家挖墓相看 我們唐家還能一飛逝遷 就算夜行真的夢明 也是為了救我 不行 就算拼了這條命 你要保住他 家主令在此 誰敢動手 家主令在此 誰敢動手 老爺子竟然把家主令給了你 我本身就是家主 家主令在我手裡 有何问题 继承仪式还未居心 就算你有家主力 也算不得家主 话虽然如此 我希望你 如今的唐家集团产业 都是我唐玉山一人在上下的 而你 不过是占了一点 无影墨的 现如今家主力在我手上 我想要收回你们的特权 轻而易举 如果还想过上衣食无忧的生物 就好好动动你们的狗脑子 小僧怎么说 更何况 我和叶贤在一起 并非从他的省身 倘若真发生什么面顶之灾 我也会和他 一定执念困局 一起扶死 不好意思 你竖起耳朵 给我听清楚 我唐家传承百年 靠的就是人人平等 这个唐家 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可别一口一个唐家的 你们代表不了 倘若唐家到时 真发生些事 一个个跑得 谁都看 你现在还没继承家主之类 就这么独断转好 倘若有一天你真的继承 那这唐家还能有我们的入身之所呢 明明是为了一己私欲 还说得如此堂而化 我们脸皮挺厚啊 我提议 废除唐雨山继承人的身份 把他的股份转交给我们 然后把这两个废物 租出唐家 谁赞成 谁反对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你们是想造反吗 造反可算不上 还不是因为你唐雨山不守规矩 搞得唐家上下天怒人怨 这些就是对你的惩罚 犯错要认 你是自己乖乖的把家主定交出来 还是我们去找他呀 真是没意思 你们怎么欺我如我我都无 毕竟你们是雨山千九 欺负你们有失身份 但是现在 犯下了一天大罪 要是再不给我滚开 就凶坏我翻脸不清 不为 可就难逃一死吧 我们犯了什么罪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就算有罪 也轮不到你 说三倒四 其罪有三 一 翻弄死 老婆离间 山峰延毁 二 造谣生死 有眼无珠 三 最重要的 欺负我们 当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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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在我唐家闹事吗 唐师傅 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带个飞虎来闹事 你记得什么心啊 你们少屑口门人 是你们挑衅夜仙在先 若不是我拉着他 你们早就成为傻子 来人给我上 把这个废物给我拿下 怎么 还想再试试啊 别嚣张 今天谁能把他给我废了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扔出去 我给他一百万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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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做什么 爷爷 您可算来了 您要是再不来 您的宝贝孙女啊 可就把唐家给拆了 爷爷 那唐玉山不仅撕毁了和秦家的婚约 还带着这个废物过来闹事啊 就是 这傻子还敢冒充占尊大人 要是上面怪罪下来 不然咱们承受不起 唐玉山 爷爷从上把你带走啊 就这么大闹爷爷的寿院 推上道歉 我唐云天还没有老眼昏华 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臣以为我不明白吗 夜嫌小真好久不见了 照顾我孙女多让你费心了 老爷子不用这么客气 毕竟咱们也算是一家人 一家人 你和玉山 爷爷 我和叶贤在一起了 哦 哈哈好好好 哎 爷爷 唐玉山跟这个废物在一起 您怎么这么高兴 要不明天我带您去医院 看看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呀 快啊 就是我安排的叶贤去照顾玉山的 我的本意就是让他们两人在一起 顺理成长的结婚成嫁 提兵白吧你 至于假冒战尊一事 用不着你们来费心 我自有安排 老爷子 你办的这事有点不人道啊 哦哦 哈哈哈哈 江湾公钓鱼远着上钩 哎 小勇啊我可没有逼过你啊 都是你自愿的哟 啊 哈哈哈哈 不行我反对 爹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唐家我火坑里跳啊 好头子我还没死呢 什么时候轮到着你 你来这儿来质疑我的决定 要不这个家主的位置 你来坐 这个家主的位置 你来坐 默克 你们几个过来给叶贤道歉 责的话原地逐出见门没收所有的资产 永世不得回归 叶贤 对不起 原谅我对不起 对不起 行了 我就不跟你们这些小屁孩一般记住 但是记住了 我会时刻盯着你们 走吧老爷子 我上上去 好好好 走走走 嘿 别想想这儿啊 这个事就彻底翻天了啊 你可不能记恨我们唐家啊 闪闪以后啊 还有多仰仗你喲 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只没想到这个老东西怎么比爱唐玉山这个飞 他无情就休怪我们无意的 反正现在唐家上下 都对唐玉山做家人不满意 不如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表哥 你放心 我已经在礼物上下好毒了 就只能你老东西打开 必死无疑 好 今日我等就夺权奏 让天下 这唐家不是他一个人的唐家 你是在吗 老哥又亲自 你上路 老公 你跟我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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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位厨位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老头子我八十的寿宴啊 老头子给大家有礼了 谢谢啊 谢谢啊 这里到 月月 刚才是我们冲动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而且还给你背上的丰厚的贺礼 你还是原谅我吧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相信叶小勇也不会计较他 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唐鸣贺礼 纯金附星雕像一座 上水三层别墅一栋 宾立一台 祝老爷子长命百岁 不如东海 嗯 好 唐浩贺礼 纯金寿星一座 千年灵芝已和 东海珍珠一虎 陆爷爷 百度不亲 健康长寿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唐秋贺礼 纯金附星雕像一座 极品帝王绿翻之一枚 圆青花瓷亭一枝 祝爷爷开开心心 幸福美满 好好好 嘿嘿嘿 偷起来偷起来吧 哈哈哈哈 这些礼物 也没什么奇怪的 难不成是羽山小多了 叶贺 我们的礼物送完了 你的呢 拿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吧 你小子 该不会没准备了 羽山从小就在爷爷身边 着身份清减 他就算拿不出贺礼 也情有可言 但是你一个外来的女婿 第一次参加我旁边的寿宴 如果拿不出点 可别怪我们 我准备的礼物 我准备的礼物 是世间致命 和你们的这些俗语物 千倍万倍 不过就是一颗破塑料珠子 也值得你如此吹嘘 也是 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没见过一个世面 下等人而已 唐明 信不信我把你这张臭 弄上啊 羽山 他夜嫌准备不出隆重的礼物 也就算了 大不了承认自己没钱吧 可他竟然拿出这么一颗破珠子 还说什么 那是人间至宝 这也就太离谱了吧 我们躺着 不欢迎说大话 真是 是 听好了 这叫天同夜明珠 哦 这 这个就是 胡桑公国主皇冠之上 世间仅有一颗的天同夜明珠 没错 你 爹 您也知道我是做珠宝 我来替您看一下 哈哈哈哈 爷爷 您可别信他的鬼话 什么狗屁天同夜明珠 不过就是一个破塑料珠子 加了点夜光粉罢了 我名下的工厂就是做这种垃圾玩意儿的 一天能做个好几万件 哎呦 你 不好意思 你别生气 我赔他就是了 赔不起 一颗破珠子 我居然还赔不起 一百块够不够 我说了你赔不起 你打碎的不只是一颗夜明珠 而是大夏战尊殿的脸面 你打碎的不只是一颗夜明珠 你他妈装上瘾了 你的身份早就人尽皆知了 还好意思提什么战尊殿 废物 爷爷早就看上了你的真面子 你今天居然敢打我 你死定了 叶前小致 你消消气 混账东西 混账 混账 老头子我叫亲自动手 同志你这个小畜生 爷爷 你这是干什么 表哥也是为了您好啊 爷爷 您别生气啊 爷爷 明明是他无视您的寿宴 他打了我 您为什么要踹我呀 爷爷我还没有老糊涂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事 还招惹夜闲 相信不相信 爷爷我废了你 今天可是您的八十大寿 这么重要的日子 他今天敢拿一颗破珠子忽悠你 明天他就敢去忽悠唐玉山 然后把整个床家送给他呀 那我也愿意 且不论这个叶明珠是否真假 叶贤哪怕送我一个狗一把草 我也喜欢 你情情义重 我喜欢的是叶贤这个人 我承认叶贤这个孙女训 今天 谁要是再给我说三道次 我这八十的寿宴也别办了 咱们就就地执行家法 你过来叶贤道歉 叶贤 对不起 你那颗叶明珠多少钱啊 我赔 我说了 赔不起 我唐明好歹身家上益 你这一颗破叶明珠我会赔不起 说不说吧 态度给我放断正 愚公道歉 对不起 报个价吧 就你的那些钱 我嫌脏 孩子 这叶明珠本来就是给你一张寿宁 既然是你们唐家人打算 那就揉你亲自来 还不赶快谢谢叶贤小友 谢谢叶贤 哎呀 爷爷 您别生气啊 别气坏了身体 刚才我们准备的这些寿宁呀 不过就是小打小闹 接下来给您的呀 才是真正的奇珍异宝 您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爷爷 您看 这些 都是什么呀 都是你准备的 不不不 这些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 唯一人可搜罗不来 也买不起 这些呀 是我们唐家上下几百子弟 共同齐心协力 花了半年时间才搜罗齐的 说起来呀 也算是我们唐家上下 为您共同准备的一份贺礼 好好好 大家都有心了 快快打开来让我看看 爷爷 这礼物啊 一定要您亲自打开来看 你个小妮子 说的爷爷心痒痒的 这不就是上辈子 害死爷爷的礼物 可是到底哪一个才有毒呢 那我就亲自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好物价啊 爷爷 不能 爷爷 不能 雨晨 你这是何意啊啊 这些礼物有剧毒 你若是开了恐怕会中毒而亡啊 他怎么会知道 你都 泄露了我的计划 唐雨晨 闹够了没有 这是我们唐家上下飞金心血准备的礼物 你这可是太有毒了 你是想说我们所有人还爷爷死是吗 王雨晨 少于你小人之心 你可知道我们准备这些礼物耗了多少时间和金钱 你送不出礼物也就算了 凭什么平白污蔑我们 哎呀 好了雨晨 切莫再胡闹了 咱们唐家上下和谐百年 我自许啊 做家主的这些年也为咱们唐家鞠躬尽瘁 你说他们害我做什么呀 咱们都是一家人 唐雨晨 你说我们要害你 那我就亲自打着给你看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 其一镇国之宝和石碧 哦 自秦灭以后 这和石碧就不知所踪了 没想到 我在有生之年还有一堵真容 好 好啊 爷爷 只要是你想要的 哪怕是绝地三尺 或木 找来 你像狗些人 只会涂嘴皮子上快 这其二啊 大夏第一 红山玉龙 唐雨晨 我已经打开两箭里了 我怎么还没有中毒身亡啊 造起瑶来杀戎势 我看你就是想找乱爷爷的心情 眼狼 哎呀 唐翘雨晨也真是为了担心我嘛 哎 哦 好了 孙女不用这么紧张 咱们都是一家人 没人会害我的啊 哈哈哈哈 哎 这第三件老夫可要亲自打开 好好看看这个好物件 哈哈哈哈 爹爹 爹 爹